自己去医院好吧 如果真的要去医院 身体状况明明没问题 但男子喝酒后 扣了119要求送医 救护员干脆要求他使用者付费 让他听得十分火大 原警货报赶到现场好说歹说 这名罪汉终于把个人的资料给了齐全 但没想到送医救护途中 他居然要求不要免警报器 不要免警报器 为什么 我算了书请要免警报器 凌晨遇到罪汉一职卢 救护人员依旧耐着性子苦口婆心劝说 而这段画面曝光后 不少人指责证明男子 简直是浪费救护资源 如果真的对我态度或口气 你回去可以胜诉我 可是我还是必须跟你强调 救护车不是滥用的 而事后救护人员还是依男子的资料 寄账单给他 希望能让他明白公众资源不是这样滥用 要是有人因此耽误就医时间 人命关天没人负得了则 记者梁嘉文 陈宜盈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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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元嫦 recipel银o护两瓶 moc